一個小時 拜登在事後表示 如果美國不在大陸政策上面 採取行動 大陸就會吃定我們 對此白宮也解釋 拜登政府將在美中關係上面 採取非常戰略性的方針應對 美國總統拜登就任後 首次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 雙方話匣子大開 一聊就是兩個小時 拜登沒透露太多通話細節 倒是提及大陸投入數十億美元 發展鐵路建設 汽車製造 以及環境改善領域 對此美國必須跟進 才能在與大陸的競爭上 取得最佳地位 白宮發言人莎琪也強調 拜登政府對外 是以非常戰略性的方針 來處理美中關係 對內則是採取積極措施 確保勞工競爭力 以及保護專業技術等 不少媒體分析 拜登雖然視大陸為主要競爭對手 但態度上仍希望重啟美中關係 並且走務實路線 看重現實丟掉幻想 畢竟川普過去四年 對大陸的激烈戰略競爭 雖然有效果 但卻也減弱美國自身的競爭力 而拜登政府最近也要求 聯邦法院暫停微信海外版 WeChat的禁令 以便重啟調查 這款APP對美國國安的威脅 看來面對大陸 拜登明顯想要走出和川普 截圓不同的道路 記者綜合報導